大家好,歡迎收看足球頭跳 今天又拍大包為大家報導一些足球的最新資訊 英超轉會場已經進入了最後一天 當然將會有很多轉會 亦會有更多傳聞會繼續發生 讓我跟大家說說 昨天關於英超轉會 現在已經轉了會 第一個是Ibrahim Amador 由西維爾轉到努力智 就是外借形式 第二個是Victor Camarasa 王嘉比錫達斯 Ril Rao Bitis 轉到水晶工 也是外借的 另外大家可能已經知道 Jal Cancelo 由祖王達斯轉到曼城 他的轉會費是6000萬英鎊 又是一個非常高的集位轉會的球員 另外就是James McCarthy Maccardos 由摩洛哥轉到愛華頓 就是外借的 另外 Danny Welbeck 由阿仙奴轉到溫富特 是免簽的 因為他已經沒有藥 跟阿仙奴 所以是免贈的 另外 簡舍路由祖雲達斯轉到曼城 丹尼路由曼城轉到祖雲達斯 轉匯費是3410萬磅 另外利物浦也有兩位球員 一位就賣了出去 George Johnston 賣了去飛彦樂 不知道多少轉匯費 另外有一個Nathanael Phillips 由利物浦轉到史特加 這位是外借的 這兩位都是年輕的利物浦球員 昨天成了的轉匯就是這堆 再跟大家說一下 轉匯的傳聞 好嗎? 好嗎? 看看 首先關於曼聯 哈利麥加亞正式去到曼聯之後 他的號碼是5號的 公佈了 另外 昨天也有傳聞 說 熱刺想借古天奴 從巴塞龍 借古天奴去踢 天空體育 但根據報道 天空體育的報道 無論是古天奴 或者是巴塞龍 都希望是一個正式的轉匯 比外借更多 所以應該是軟距了熱刺 OK 另外 應該是 應該是 OK 有些傳聞 有位記者 叫做James Pierce 這個是不是記者 這個不知道 總之有位 James Pierce 在Twitter 說 有些傳聞 說薩基里 會離開禮物浦 可能會去 馬體會 不會 但應該是不會了 他自己說 傳聞應該是假的 那就 繼續下去 看看有些甚麼轉匯傳聞 另外 朗尼 朗尼 將會在1月 的時候 不是 現在在 朗尼 朗尼應該是 傳聞 朗尼 1月 會回來英格蘭踢球 會去打比棍 也會 這個 這個叫做 做了一個教練 應該 這樣 他現在 就說他會穿 32號 球衣 如果他回到 打比棍 另外 昨晚 也有一宗傳聞 很厲害的 就是 大衛 路易斯 傳聞 可能會 過去 阿仙奴 就是 從 車路士 過去 阿仙奴 因為 阿仙奴 尤其是 高斯安利 離開後 嚴重 缺乏租堅 但這個傳聞 暫時 還未得到證實 不過 這個傳聞 暫時 起碼有 BBC David 阿仙奴 有傳聞 這位記者 都是 有些名字的 說真的 好 接著 看看 看看 也有些資訊 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是 BBC 出來的 BBC 說 英超 轉匯的 使費 很大機會 連續兩個 暑假都下降了 除非在今日 最後一天 就有很多 很厲害的 轉匯 不然 會連續兩年下 連續兩個 夏季都下降了 英格蘭 英超 球會 這個暑假 只花了 剛剛多 10億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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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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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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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總之 是 總之 它的 轉匯費 減 連續兩屆 連續兩年, 下季都減少了 好了, 還有什麼傳聞呢? 另外, 韋法特沙夏說他遞了轉匯要求 傳聞愛華頓有些可能想找他過去 暫時未知, 暫時這一宗都是一個傳聞 不過沙夏已經遞出轉匯要求 然後, 韋詩咸, 根據天空體育的報道, 韋詩咸都快要簽託巴蘇爾的前鋒 Albion Adjati, AJETI, 可能是800萬磅的轉匯費 不過這宗還未成, 是天空體育的傳聞 另外, 盧卡古 盧卡古早兩天沒有跟著曼聯的操練 就自己回到安德烈治那裏跟操 曼聯據聞已經有機會罰款, 因為他無緣無跟著球會操練 另外, 天空體育的消息就說 他已經遞了轉匯的要求去國際米蘭 亦都傳聞今天會去國際米蘭做體檢 這個情況就說, 他應該會跟國際米蘭1500年的合約 國際米蘭會付6500萬磅 6500萬磅 就是轉匯費, 再加1200萬的附加條件 這個就是未證實的, 看看今天會不會發生 另外, 其他不關英超市的轉匯 就是王家馬德里跟PFG在討論 可不可以 簽到尼馬, 天空體育的 報道 這次, 亦都根據天空體育的報道 據聞已經同意了 Rosello 比謝達斯的Rosello 5500萬磅的轉匯費 這個未確認, 不過這個就是傳聞 另外, 阿仙奴亦都是 據天空體育的報道, 跟Celtic的集委球員 Kieran Gianni 亦都達成協議 不過暫時, 這是傳聞 還有, 熱刺應該預備, 亦都會有很大機會簽入這個沙承勇 即是富咸那個年輕的集委, 亦都可以踢翼鋒的球員 這些全部都是天空體育的報道 大致上, 關於剛剛這個最後一天的轉匯 的資訊, 我就看到這麼多 好了, 今天 英國時間, 下週五點 就是英超轉匯的 死線了 所以 香港時間將會是五夜十二點 所以 今天這一天, 整天都會有很多更加轉匯的傳聞 以及也會有更多的轉匯消息 有多少的球員會在轉匯之前, 講到尾班車 可以簽到一些他們需要的球員呢 那我就真的非常之緊張了 今天 晚一點, 較晚的時間 較晚的時間 我都可能會 看看會不會開到一個直播 跟大家 講一下關於轉匯的最新資訊 和大家一起 倒數轉匯槍的關閉 OK, 多謝各位 收聽 喜歡足球投票這個頻道的朋友 希望你可以訂閱這個 Youtube頻道 或者按讚這條影片 都可以的 多謝各位, 拜拜 !